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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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领域 网络电视主持人也渐渐成为网上舆论引导的生力军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 提高网络电视主持人的素质和水平迫在美景 这次全军网络电视主持人培训也就应运而生 学员们正在填写的是一份培训调查文卷 对于大多数学员来说 网络主持人的概念比较模糊 这是为了了解学员们对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 以便合理安排培训内容 来自新乡军区某部的学员吕嘉慧 是这次培训中年龄最小的学员 相比于其他的诗歌师姐 他的基本功相对薄弱 来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方面 所以说对这方面他们几乎是空白 压力就是主要可能是练这个还有需要一个基本功 自己本身就没有基本功 然后如何发声呀 如何用气说话呀 然后还有都没有学习过 我叫李嘉慧 在电视中心主要从事的是博音主持专业 还有从事那些爱情 听到他们的鼓掌 虽然说才刚来 但是都不认识 相对都不认识 然后他们能给我这样的鼓励 心里确实挺感动的 下课以后 一部分学员主动找到了吕家贵 给他开启了小灶 嘴上开 新疆军区 政治部 政治部 正 你看那个舌尖 它不仅要顶到上面 而且舌头要特别用力 政治部 对 就是这个 政治部 就是舌头放在哪里 发出来是什么样的音 这对大家都不认识 培训班先后邀请了四位顶级专家教授 向学员们详细介绍了播音主持的理论知识 正在讲课的是中国传媒大学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院长卢景超 这堂课的主题是网络传媒主持人的定位 和网络新闻编辑制作 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外 培训班还邀请到军内外知名的主持人 就从针对节目组织的实践技巧 对学员们进行零距离的辅导 咬字器官三个课 当然咬字器官还有别的地方 不用想到你的发音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三个方面 比如说 你要让大家听起来 这个字是要立起来 当时是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就是学员自己觉得准备好了 就上去播一段新闻 然后让关键老师去指出你到底有哪方面的缺点 就是哪地方需要改进 然后当时在下面很紧张 很忐忑 在想要不要上去 然后自己那么薄弱 可能到处都是问题 到最后还是走上去了 好 然后开始播了一段 关键老师就给我讲 怎么说 就给我讲了一些我存在的问题 以后该怎么改 该往哪方面去发展 努力 成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是很多学员的梦想 新闻联播主持人郎永春的到来 让学员们兴奋不已 下课后 还有很多学员围着郎老师 问这问那 每天早晨 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学员之间开展辅助训练 进行气息 咬字 发音音准等播音基本功的练习 而教员和学员之间 则是通过交流来训练 在面对面的对话中 提高学员的业务水平 这也是此次培训中的一个教学亮点 经过一系列的课堂理论学习 学员们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业务练兵的机会 6月16日 大家来到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的虚拟演播室 在这里他们将进行一次虚拟新闻播报 为了培养基层部队需要的多面手 播报过程中设计的导播 摄像 灯光 音响等所有岗位 都是由学员们自己来担任 各位老师战友们大家好 我叫吕嘉惠 就在吕嘉惠进行新闻播报的时候 军事报道知名主持人周雷 也来到演播控制室 他仔细观察着屏幕上 吕嘉惠的一举一动 第一遍的时候我就在外面看 觉得就是很自信 不错 我没想到你在外面会看 我一直在看 那个气息好像还是有点浮了 但是后面第二遍的时候 就是刚刚最新的一遍 不错 挺好 为了直观地指导吕嘉惠 如何正确地发音 在演播室旁边的化妆室里 周雷借助镜子 一对一地扶导起了吕嘉惠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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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顾名的位置是对的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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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学员们又一次回到了他们最熟悉的军营 他们将以一名媒体工作者的身份走进基层官兵的生活 现场挖掘素材 协作材质新闻 并分组进行播报练习 这也是此次培训的主要课程之一 这次实践可以有效地强化网络电视主持人的责任意识 增强服务官兵的工作思想 谈论结束后 吕佳慧所在的小组决定 让她担任主持人负责出镜 通过之前的学习辅导 吕佳慧这一次的出镜表现有很大的突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北京军区某装甲团车厂 在我旁边的这个坦克 今天上午刚刚参加完为70天的野外住训活动 现在装甲团的战友们正在对坦克进行维护保养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去一探究竟 班长你好 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呢 对坦克外部的保养 从屏幕上看到自己的出镜 首先感觉自己比以前有自信了 这是最深切的一种感觉 然后也比较自然了 短短两周的培训 学员们一共经历了14次专业辅导 12次实验教学 两次作业分析和一次大会交流 学员们也切身感受到这15天来的培训给他们带来的改变 我自己感觉有了很大的进步 所以说有一个质的学医院了 对于主持人这个行业 现在慢慢的真的是热爱这个职业了 我觉得从我的播音 就是声音 发声 用气 然后呢 再到就是说这个 网络电视的这个短片的这种编辑和构思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写作逻辑 我觉得都有进步 短分的培训即将接近尾声 学员们却仍然在忙碌着 因为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 汇报展示 汇报展示分为理论问答 新闻播报 话题引导 嘉宾访谈 实施采编五个环节 这也是对网络主持人必备的 五种能力的一次考验 所以尽管只是彩排 每一名学员也不敢有稍微的疏忽 采访时应注视受访对象面部的哪个区域 采访时我们应该注意 这个采访对象的上三角区域 也就是说从这个发际线到双眼下部的等一三角形区域 偶枪状态的动作要领是什么 动作要领是提打挺松 是提拳击打牙关 挺软饿 松下巴 回答完毕 首先展示第一种方式就是播新闻 新闻播报是网络电视主持人的看家本领 也是网络电视中最为常见的节目形式 这次的新闻播报环节将采取播新闻和书新闻的两种方式 来展现学员们的形象气质和语言表达能力 本期节目呢 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 如何缓解高强度训练中的心理压力 请先进入我到阿联三台去探访 这个台试验是第一种方式 新闻网络的飞锁发展 为部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平台 接触网络电视对官兵进行话题引导 是做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法 所以在网上话题引导环节 学员们将会对网上官兵反映的心理问题 进行正面引导和评点 很多年轻的战友都会遇到 如果让我给他一个心理学的定义的话 我会说这些现象的出现纯属正常 但是需要调节 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呢 主要是对当前的一些实事的热点问题 进行最权威的解读和最深度的剖析 在嘉宾访谈环节里 学员们会和嘉宾进行一次零距离的对话 考验的是他们的临场应变和控制画场能力 您能不能给我们现场来展示一下这个交汇对接的过程 交汇对接的过程就是到24号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现在虽然已经对接了 24号我们这个神州9号要与天空1号进行分离 下面汇报展示的是实时采编环节 最后的实时采编环节分为现场采编和实时连线两个部分进行 现场采编将由学员们现场拍摄编辑 多发一条动态信息 你好主持人 实时连线将会让学员借助野战卫星转播车 与前方记者进行联络 考验学员们的快采快编 现场采访 以及与前方记者联络沟通的能力 去年配发到全军的野战卫星新闻转播车 我们现场所有连线的这个信号呢 也是通过这样的转播车呢 来进行传输的 赞敬的各位首长 亲爱的战友们 大家上午好 汇报展示开始了 对于所有的学员来说 这次展示不仅是他们学习成果的集中反应 也是对他们的能力素质的检验 而汇报展示中体现的五种能力 也是网络电视组织人必备的基本素质 是学员们发展进步的努力方向 同时也承载着我们部队官兵的热切期盼 这次培训对于我们来说呢 是一次促火加纲 更是一次引路导航 通过这次培训 吕家贵的专业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而其他62名学员也和他一样 在这次加纲脆货的旅程中 获益挥浅 在互报展示的舞台上 展现着他们的学习成效 本期节目的关键词就是 军营文化 小米啊 前两天我们团被集团军评为 基层文化建设的先进单位 这个消息啊 真是振奋人心 听了左老师的分析 是不是不光是个人 集体也存在这种心理压力过大的问题 那能不能再请左老师支一招 你说的这个情况呢 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说情绪是可以互相传染的 黄老师据报道啊 神九有了一些人性化的改进 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我们这个不仅要保障航天员的安全 还要保障航天员在太空的舒适性 比如像女航天员 这次为她专门定做了舱内航天服务 虽然这是全军首次举办的 网络电视组织人培训 但是从学员们在互报展示上 自信稳定的发挥 可以看出 他们的整体素质 都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培训成果的成功展示 一位未来军队网络电视组织人队伍的建设 起到了一个引路导航的作用 好的好的 今天有战士们一起训练的 还有女里面来干净 我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你好 郑雷 咱们这次助训 有什么样的特点 主要在训练一些什么样的科目 面对未来 我们携手共进 信心满怀 为推进全军网络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 贡献智慧与力量 汇报展示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新疆军区某诗野外主席你 时值八亿期间 该旅积极开展各类文体活动 公布官兵业余文化生活 受今年第九号 十号台风苏拉河达尾的影响 我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军某船 两次处于台风的袭击范围之内 狂风暴雨 挡不住官兵的勇猛 洪水猛兽 打不赢 战士的忠诚 支队官兵已经充分做好了 防抗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里是福州支队网络电视台 郭佳琪现场报道 如今军队网络电视主持人 已经成为连接网络电视和部队官兵的重要纽带 并且发挥着网上话题正面引导的作用 在这里 我们衷心的祝福学员们早日实现梦想 成为真正的网络金话筒 用声音和镜头 在展现多彩军营生活的同时 更好地担负起他们肩上的这份责任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